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大家靠有效管理FBA库存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库存从股至今都很重要 鉴于亚马逊FBA仓储的特殊性 如何合理管理FBA库存 如何及时处理滞销库存 一直是困扰着多数卖家的难题 亚马逊下调长期仓储费 失职平台销售淡季 不知道小伙伴们最近 有没有发现亚马逊后台 关于长期仓储费的通知 亚马逊将下调长期仓储费啦 从2019年2月15日起 在亚马逊运营中心 有库存的卖家可以享受到 长期仓储费下调 甚至是减免的优惠福利啦 如果你有商品在仓库中存放了181至365天 那么你只需要在2019年1月15日支付上一期的长期仓储费 之后如果库零小于一年就可以豁免长期仓储费 如果商品在FBA库存中存放时间超过了365天 你需要在2019年1月15日之前缴纳完毕上期的费用 之后该类商品的仓储费 也将从原来的每件0.50 降为每件商品0.15 此次调整将首先体现在2019年4月份收取的3月份仓储费中 不过卖家朋友们也不要被喜悦冲昏了脑 因为此次调整的优惠政策不包含已燃货 加压器溶胶物质的危险品 该类产品依然需要收取较高的月度仓储费 查询需要支付长期存储费用项目的步骤 关于亚马逊长期仓储费的收费信息在这里就不多做阐述了 大家可以登陆Amazon官网了解更多细节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卖家该如何确定哪些项目需要 被收取长期仓储费 1.登陆亚马逊卖家账户 3.在Inventory标题下的屏幕左侧 单击More显示更多 4.选择Inventory Health 7.复制您选择的数据 将此数据粘贴到Excel工作表中 选择顶部行 单击Tab选项卡 然后选择Filter 然后对标题 Projected LTSF-12Mode和Projected LTSF-6Mode的列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也就是Inventory大于Manage Inventory大于Inventory Dashboard大于Inventory H大于Download Report 按照以上的步骤操作 你就可以查询哪些项目需要交长期仓储费了 下载报告即可确切了解每个项目将被收取的费用 虽然亚马逊下调了长期仓储费 但是对于淡季库存积压严重的卖家而言 长期仓储费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卖家又该如何处理亚马逊FBA积压库存 避免长期仓储费呢 如何处理积压的库存 一、库存移除 二、库存器质 库存器质也就是库存销毁 将库存销毁也就不需要再收取长期仓储费了 不过销毁前你需要核算下产品的价值与销毁成本 再决定是否彻底放弃该类产品 选择销毁 亚马逊将收取0.15美金每个的费用 三、库存轻货 以低价处理 如果产品还有点市场的话 可以考虑轻仓大甩卖 鼓励顾客迅速下单购买 对于低价处理的方式 可以选择设置满简 折扣或者优惠码的形式 但要注意设置数量 避免顾客买空了 二、捆绑销售 做捆绑销售 其实就是打折促销 把销量稳定 Listing表现较好 且应与库存商品 有使用上的相关性的产品找出来 然后做站内促销 比方说做买移赠 依获其他折扣活动 这样就会带动清理 库存滞销的产品 三星品赠送 可以考虑赠送给老顾客 建立回头客 找一些与产品相关的产品 进行买赠活动 买赠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买A送A 第二种是买A送B 这也需要你的库存商品与新品 有某种使用上的关联 这样在新品的Listing页面上 展示你的库存商品 并且将库存商品的折扣 设置得非常低 类似于捆绑销售的设置 但又有所差异 也不为市值选择一些流量基础较好 引流效果较佳的网站上 画外链 如Facebook Twitter YouTube等主流社交媒体 或者利用红人营销的方法 吸引消费者使用自己的产品 提高产品页面流量 建立品牌的口碑形象 秒杀的效果相信 不用多说 卖家也是知道的 BD的申请需要比较久 如果你的商品符合LD的条件 使用这个方法 无疑是最快最直接的 符合条件的卖家 可以直接通过亚马逊后台申请 六多平台铺货 依靠FBA的发货优势 卖家基本上可以不用额外处理退换货的课速问题 可以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数据运营中 那么对于滞销的库存产品 可以考虑同时在其他速卖通 Ebly, Wish, Shopee, New York, Joom等平台上 进行多平台铺货 其找人收获进行内销 根据以往处理亚马逊FBA积押库存的经验 很多卖家总结出 找人收获内销 是轻货效果最快的方式 而且很多国内买家的诉求缺口较大 卖家在国内谈好价格的前提下 签订合同之后 就可以安排FBA滞销库存的退仓了 虽然价格会比原定的产品价格低很多 但对于急需资金回笼的卖家而言 不乏为两全其美的方法